吃饭粉 又要出发 回万象了 大家好 我是何草大树 现在我们在回万象的路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是南部的公路 南部的公路相对于北部 还是比较宽的 而且比较直 我们看一下旁边的村庄 可以看出来南部比北部富裕很多是吧 北部都是山 南部比较平 所以这边也是比较富裕的 道路也是比较好 这个路开六十到八十 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偶尔还是有一些炸弹坑 这条公路也是属于十三号公路的 十三号公路 是属于老沃的国道 也是我们中国原建的 我们现在 从这条十三号公路 开往 半象到巴社 那条公路是很直的 我们现在已经走上了 南部的公路 这条公路 这条公路现在还没修好啊 以前是很小的 但是 现在已经修了一半了 扩大 这个公路 修好之后就像我们 国内的二级公路吧 这条公路还是很直的 就是万象 一直通往到巴社的 也是十三号公路 这条公路 现在这里还在修 前面有一段是已经修好的了 修好了前面就可以 很快了 开八十到一百都没问题了 如果这个路修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老沃南部这边还是比较平坦的 北部都是在山上 南部 这边都是比较平坦的 都是一道雨季 这边就不是这么好了 哪里都被淹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是 南部的公路 小孩子你拍一下前面 这个已经是 差不多修好的了 很直了 就在我们国内的二级公路一样了 如果他整条公路修好的话 我们从方向到巴社是很容易走的 反正也是希望老沃这边是吧 能越快搞定这个公路越好的 要自负先修路啊 以后我们自驾游啊啥的 开车过来也不用这么麻烦 还有很多没修好 这里就在南部的公路 跟北部公路的区别 回到家了 也是在半路买了菜 奔波劳顿了五天啊 五天都在路上 几天的衣服也没洗啊 看一下我这个裤子 累坏我女儿了 然后我们也是要做饭吃 牛三已经做好饭了 一回来就做了这么多菜啊 我女儿要自己吃饭了 看一下小美女 哎呀 哎搞这么一大块猪丝给他 五天没有叫牛三了 也是问一下他跟这个虎羊妹的进展 怎么样了 没有啥进展 不是开摩托车大人家去医院了吗 然后还有后续吗 后续脚痛不如天生在家 你带他过来住吗 他不过 这几天都没出来 没有出来 要找时间叫孙去翻译跟他正式的谈一下是吧 他说什么我不懂 我说什么他又不懂 他谈吗 手一直不懂懂啊他也在撒笑啊是吧 吃饭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虎羊妹 跟堂弟有没有戏是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也是先录制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老乡朋友关注 谢谢大家